有些話題可以說的 法律的事情 因為有人問 可不可以有強積金 那些叫做class action 美國叫class action 袁弓儀都說 嘗試在英國告 拿了強積金的那些 這個一向我都有想過的 但是以我了解 在高等法院的程序裏面是有representative action 是有的 十幾年前雷曼那時都有人試過告 諸如此類 找一宗來告 諸如此類 它的作用是怎樣呢 你不用所有人一起告 只要一宗告入了 那個成為典型的案例 所以就變了很多虎主夾錢 那你夾錢給一個人去做檢控 就是做入稟 最近有些爛尾紐虎主就告JR JR 入稟JR 即SourceFund 其實可以告這個類似的 告SourceFund 告證監會等等 他也是找一個人去做代表的 這樣 那你夾錢給那個人就少了很多 你人多就很大筆律師費 而且都是拿一個原則 比如在強積金那裏就告鬼匯豐 說你只需要找一個人 那那個人可能的錢很少 但是夾錢給他 是吧 那這些叫做代表行動 或者class action 類似的 美國就很流行的 香港是沒有試過的 至於袁巴提議在英國 高等法院告匯豐 匯豐在英國嘛 那些客戶有很多客戶 買了金錢就在英國嘛 那可以試一下 解決這些財政上的問題 誰呢 誰呢 怎麼夾錢怎麼夾法 諸如此類的 試一下告他 那不就一夾錢就麻煩了 有人願給 有人搭順風車 有人願給 諸如此類的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英國的法院拿了一個勝訴的判令 未必等於你在香港可以執行到 來到香港要香港的匯豐拿著強積金給你的嘛 大家明白這個 你說香港法院肯執行英國法院 有司法輔助 司法輔助的決定 但是那件事就不是英國法院的事 英國法院受不受理是一個問題 你好像說在英國容易告入 也不一定 總之因為英國法院可能根本不受理 因為你是香港的事 你只能夠回香港告香港的匯豐 搶職金局 其實是可以嘗試告的 因為你是別人的錢來的 你沒有權利用別人的錢 這些就是這樣 大約的情況就是這樣 非常複雜 複雜得來就要有財力的人去做 要懂法律的人去做 這樣 我叫做 答案講這些法律的事情 另外 袁包好像說那些錢被人拿走了 就是匯豐開了多少保險 之類的 那有什麼理由在匯豐買保險的呢 應該不會在匯豐買的 是不是 以我所知 保險公司 環球的保險公司 其實你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提款的 就是保險公司放在銀行 最不好就是放在匯豐 當然銀行 最近這個 證人士姓袁 是不是姓袁的 踢爆林卓廷 就是竟然被人... 不是袁靖廷 總之是有位異事 就是...搞他就停了他凍掉回口 我想是一段時間 我想 等那些外交 在英國給匯豐壓力 因為根據香港的法例也是要的 但是香港政府 都不可以隨便凍結別人的錢 拿到別人的錢 諸如此類的 是不是 會製造香港很多對銀行不信任 大家當然不要信匯豐 匯豐是比較混蛋的 那些小銀行可以不跟的 諸如此類的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製造這些白色恐怖的行為 是不是 將來想 是不是... 就是... 你說白這麼多聲 凍結了你 香港的戶口來嘛 我的普通戶口來的 銀行戶口 凍結了你的 這樣 那我拿不到錢 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 我會怎樣呢 我會在中環行黑 是不是 拿著那個兜 告地狀 是不是 那你說抓狗 你說抓狗不抓狗 反正都是這樣 難道我餓死嗎 不行的嘛 那就坐牢了 幹嘛坐牢你給錢 是不是 就是你養我 是不是 要不然我就天天在中環到告地狀 還有行黑 行黑是吧 一行黑我想 錢都湧過來給我 那我就花現金 比你鄧炳強先好 你也是花現金 是不是 這樣搞普通小市民 你都是chip啦 你都是過份啦 是不是 好 講完這些法律常識的東西 其實挺好的 這些 不過我又免得開一條吧 就是每天都有些 答單的東西講一下 每天下午 今天講了兩個話題 兩個話題 前面有張圖 你看 是不是 應該張圖有弄出來的 那個夜市的問題 現在北上消費就不加產了 就是那些人七月八月 相差一百四十七萬人 次之多 那就是有四百九十五萬人出境 南下的只有二百九十七萬 你知道南下的那些還不吃晚餐 嫌你貴 那竟然香港人就威了一夜 現在國內的經濟環境 大家就看新聞 這樣那樣 相當精彩了 裡面非常之陰加產 正在 就是這裏就爆 那裏就爆啦 之類的 什麼緣什麼緣的 不斷爆啦 那怎樣呢 香港是不是會跟著它呢 那我覺得香港是 就是 不會的 變成香港這個小小地方的人 竟然是有些錢的 那竟然有 北上消費熊熊聲的 那這兩個月會不會是這兩個月的事呢 這樣 早幾個月呢 就是我走夜山多的時候 都留意到的了 就是走完夜山下去 那那些大商場全部鬼影都沒有隻了 八點左右 靜世 港島區 不著燈啦 中環 那我看到已經是澳湖含家產了 但是那時候還是 口罩來的 沒了沒了 那時候的事嘛 三、五、四月嘛 那這幾個月就沒有了 沒有走京這些 夜晚沒有走京 但是你問我呢 吃東西呢 晚上就算我們新界區那些人呢 我試過九點上去 做完節目 夜了 出去吃東西 那些大字頭那些就收 麥當勞還有 大字頭那些都收工了 就是他八點收工 八點收工了 哇 客市七點八點 七點應該還有的嘛 那就是晚上做了一輪轉 那香港人這麼不出夜街了嗎 現在 改變了都不奇怪 但是消費的習慣總是會有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走上去上面呢 那我覺得其中有兩大問題 第一 這兩個月就報復息消費 那報復了在學內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其實好境之中又不是太好境 表面好境 那大家前景都是看淡 就是香港的經濟 那有錢應該留回旁邊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留在香港吃東西好了 原來不是的 裡面給你更差嘛 由於它裡面的經濟更差 那它便便宜了 是不是 通縮了 裡面的夜市 於是乎呢 叫你三十元就過境了 除了時間那樣的問題 其實時間你問我都不值了 我那裡吃東西便宜了 一百元就怎麼樣了 我要過境又要時間上落 是不是 那一家大小 這兩個月是暑假 所以呢 就很 很 就是如果要上學 你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走一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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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也免得了 減少上去 為消費而上去 是不是 那所以 但是多數你知道 都是在深圳、珠海 就是最近的那些地方 那見到這個情況 那於是香港呢 苦口苦面了 這個李家超 通關之後 是 很多消費模式 大家都看到 就是基本上那些 那些人下來的那些都是窮人 就是北面下來的那些 吃幾十元餐 那樣 晚上都回到深圳吃 晚飯 他下來 可能走一下 可能 遊一下 遊歷一下 吃一下 大快活都會的 吃個午餐 但是呢 晚餐比較豪的 回到去便宜些 那你見到 其實整個 整個突然間出現這個現象 純粹是一些人比較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 就是我 我不是 就算我有錢 因為人呢 其實就是要有些活動 那麵包與馬耳團的理論是一樣的 就算是窮的地方 他都要消費 那些人都要娛樂的 那所以 娛樂的前提之下 很自然呢 選一些便宜些 那北面的人選一些便宜些的 就下來 但是呢 他就嫌晚了那一餐季 那就不上去 在香港 那你能出街 到晚了你沒理由回家煮飯 那你本地消費 但是不是喔 我出去玩了一天 我不如上去深圳那些 那裡夜市便宜 吃東西 吃完才回來 剛剛好 於是就出現這個現象 都是這兩個月的現象 7月大分 統計數字 是吧 那前面還有圖 那北上消費 竟然已經成為 突然間成為模式 那每個人就問阿超怎樣 阿超就問阿茂波 那茂波怎樣 茂波就開會討論 當中還沒有結論 那我想呢 看多兩個禮拜 當個暑假完 是吧 就是 那些家庭要 一年的消費 完了 外遊 能夠在外遊 在這陣子 又完了 那我們下半年 才看一下那個 情況如何 雖然是不好 但是都是避免不了這個現象 其實總的來說 就不是 就是 看到經濟前景 大胃也是不好的 那些人呢 其實是小心了花錢 就因為小心了花錢 所以走了上去 但是你背後有一個很強的影響 就是什麼呢 不外護這個地方 是不是 嘩 那你那些 你可能那個上去消費 晚黑消費 那個都是飲食熱的人 是不是 經理呀 火記呀 他放假了 休假了 上去消費 他不留在香港 那當然啦 我們 愛港人士 是不是 當然要刺激些人 留在香港 就要 強化香港這件事 香港當然有 大家留下消費 那你就被喊這個口號 有些店在那裡 挖這個標語出來 殺好生意 是不是 香港人支持香港 夜市這樣 講一下這些 做一下這些 不敢 是不敢 是不是 所以我說 如果你說 即是現在 要講回 香港優先 香港人支持香港 這些說話 變成了政治說話 敏感說話 淫不淫家產 那好吧 反正香港要不移民 要不就 就算不移民 我的荷包不是什麼 我沒有一個情懷 說要支持香港本地經濟 給你割韭菜還不夠嗎 我便宜就便宜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做國內客生意 這麼多年 Happy完 現在靠他支持你 那人不支持你 人家 現在還要你上去支持他 那他就開心了一點 國內的失業這麼嚴重 是不是 你心振了 救到他的夜市少少少都好 內消費 但是調溫就是香港瓜 這個瓜的情況 是不是要你香港政府搞定他 那想起什麼呢 就是說 你看那些什麼 參與聯會 什麼 反商聯會啊 這些呢 建議搞活搞旺就是夜市 對不對 就是說廟街現在就 釣鹽水的了 幾十年都沒有見過 都不奇怪的 連COVID-19的Omicron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差嗎 那個經濟的夜市 我覺得都不奇怪的 因為反正你總是要人 出去吃東西 在街邊撿魚蛋都要的 那現在沒有啊 是不是真的這麼慘呢 那現在珠海、夏灣、夜市 雲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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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 就是我們的大辣地 就上去了 那當然香港人 津津樂道都還在香港 你問一下宜蘇文那些 大辣地那些 吃炒蟹那些 那些 諸如此類的那些風味 是不是 那 那又怎麼樣 其實就要靠香港人 自己救回自己 那你們要強調香港 本土而已 所以我說 你其實是要鼓勵黃店 因為黃店你還有一個 道德的理由 支持香港的理由 所以你去幫助黃店 我相信黃店總好一點 最糟糕 夜店那些 消費高的那些 全部都是藍的 這樣就好了 那些酒家 美心這些 那些大酒家 全部都是藍的 又貴 那你 當然他表面已經不擺出來了 但是他不敢說 喂 支持香港啊 香港加油啊 敢不敢貼這些 標語口號出來 刺激香港消費啊 香港人要救香港啊 諸如此類 用這些救亡術 不敢 都說現在有國安法 是不是 自己搞死自己 就是這樣了 你連說 喂 我們支持香港了 留下了 只有人可以感召到 這些人就是黃圈的人 不要啦 無謂光顧啦 那些其實可能已經是 較為不會 吝了上去的 不過呢 沒有人出聲還把 各個貪便宜 一人說 喂 救了香港先 先撐兄弟先 那一說撐兄弟 那些人就 有那個行動的嘛 人 群眾行動 但問題現在 就是政治理由 不喜歡你說黃色 經濟圈 那大家是混蛋了 所以混蛋是一種 全面的事情來的 大家都不敢做 大家都不敢說 自然就是這樣了 是 現在在想什麼呢 就是 認為推行夜市 就是沒有啊 例如不阻街啊 可以有露天茶座啊 出外去等等 跟著有人就 就疾了 喂 如果過了大阿底消費 那那些 藍店 就是藍色 酒家怎麼呢 我理想你了 老老實實 就是如果你說 因為看著那個荷包 而消費的人呢 都不是最豪的那些 那些人可能是因為 就是 就是因為省錢才上去 那你就減價了 最好了 如果不是呢 留在香港呢 就抑回那些最 就是 小的食店啊 黃色啊 是不是 甚至大阿底啊 這類東西 基層的東西 是 主要是這樣 你要刺激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救回這些 但是呢 沒得講的了 就是 飲食業 大跌三成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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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不是已經回復正常的了嗎 是 所以阿超怎么办呢 现在又没了流动小贩牌了 现在经常说这些搞大垃圾啊 搞跳祖市场啊 沙士之后都说过了 陈婉贤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很流行提议这些 现在你问这帮一议员 他连这些都不知道 摸着摸着 各有各有一个随便的说法 而政府什么都是敏感的 这是一个旅游策略 这些策略还在研究讨论 你问政府是多余的 其实民间自发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 大家一起撑香港 撑东西 这样 香港人消费回香港 你起码叫这些口号 阿超你自己满下来 买点东西 买点东西 去做 高官下去做这些 但是呢 现在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两天突然有很多意见 我们才知道呢 半年了 三月又脱了口罩 竟然是 轻轻旺了几个月之后 那些人就去日本旅行 去这个深圳 最要命是去深圳 是不是 我都不去的 是不是 就是你应该的 撑回香港本土的基层市民 还有些人还没走的 是不是 就是不走 不准备移民 就是不准备移民 当是撑一下他都要 那移民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数字 移民潮没停过的 01曾经有个数字的估算 就是香港居民外地股仅数字显示2020 只有10,300 即一万宗没有良民证申请 这些是正式移民一万人 主要移民领途 现在外政部说今年五万七千人 五万七千份BNO申请 去年很明显 就有六万八宗申请移民 去英国 这样 这个潮呢 就不以这个 那其实你可以延换一些人 比如你搞活香港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有香港的气息等等 那话说话 我一向都继续坚持 是不是 就是 行山啊 在香港那么好啊 太多大陆人了 现在 好了 那至于怎么解决香港这个基层的问题呢 其实暂时来说更大问题是 更大问题是整个经济会萎缩 但是那些富有人萎缩还是富有人 你要搞定那些最穷的人 所以基层呢 就是这些消费啊 夜市这些 等那些香港人可以 糖水滚糖鱼都好 都可以滚了 如果你连这些小小 是不是 撑着香港本土 经济也有本土就业的嘛 那其实要给香港人一个意识的 不走呢 你就尽量留在香港消费啦 不要贪吃东西便宜些 走了上去深圳啦 你救了深圳就无用的 救不了中国的 但是你可以救住香港的 不用得香港连归零啊 大萧条就变了 是不是 遲早搞到大萧条啦 都可以还有一个方法的 一字那么浅的而已 你香港人留下消费 不要给他 北上消费 为什么呢 你就增加成本就可以了 是不是 现在三十元 离境税是没有的嘛 但是上水到洛湖那段 已经有一些很聪明的民建联提议 哎呀 不公道啊 那些鬼不知道嘛 要不你走路 啊 在上水站下车走路去 停了 就是那个站呢 应该要由三十元交到一百元 是不是 老人津贴帽 不要乱那么北上啦 那么起码抽到税啦 是不是呢 另外阻撼那些人不要上去 是不是 但是呢 这样又政治不正确啦 深圳市又可能施加压力啦 是不是 其他省市 靠你香港人上来你搞这些东西 所以又不行的啊 所以呢 你香港人那些官呢 你叫他解决问题 他解决不了的 因为你有很多方法 好 留住香港人 留下 哎呀 很开心啦 跟着可能上面 八大省自己打电话来吊杀你的嘛 吊杀你李家超 你干嘛 你搞到我们 我们都很不行啊 你放着香港人上来好啊 不只是叫我放人下来啊 这些利益当然是嘛 有政策都不敢说 是不是 有可以好的方法都不敢说 你不可以靠政府 所以就是这样 因为一个电话他就不敢做了 是不是 我们靠香港人自己救回呢 就一定要民间要发动一些东西 是 希望啦 这个都是为香港好的 香港人 香港徹底想了那又怎样呢 你走了那些人都不想回来呢 是不是 回来连大地都没了 原来 就是回来走走走都很免得了 是不是 就是不要说香港的言论自由什么什么物物了 连小小旺角的夜市 女人街啊 这些这样 香港人回味不已的本土文化 本土经济 本土气息 要保留的 是不是 要保留的 但是保留的 我应该不是叫政府做事 我都要浪费气 你叫阿超做事 不过大家 如果是聪明的就讨论一下 我们讲回黄色经济圈 不要理他 救香港 靠黄色经济圈 留香港消费 光顾黄色食店 诸如此类 推动这些东西 等下老阿超是否来搞你